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欢迎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讲 这个新移英港人BNO World最喜爱的落脚点 说真的,曼切斯特 有些人是为了看球,有些人是为了生活 无论你看球还是生活 都希望那个地方的各样东西方便一些 设施好一些,这个很正常 但是呢,想不到这个英国曼切斯特机场的大股东 这个投资者 双叉曼切斯特 现在曼切斯特 不再是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 他这样说呢 就和在香港卖的那些广告 是相反的 新移英港人可以双叉你 什么呀 口术想压价 想压价 都可以这么说 但他一直都是拥有曼城这个机场的 股份 他就说了几样东西 那些人 不会说的,在他们的KOL口中不会说 英国政治动荡 过去那几年 手上频频地活 他又没有说错 还有规划系统持缓,甚至 规划了就不执行 你是否知道高铁 不执行 原来就是因为这两件事 缺少了规划 还有就是 这个政治稳定性 就搞到 曼城不再受到 投资者的喜欢已经抛弃 抛弃曼城 其实全球追 你说什么政治稳定性 全部都是投票选的 就算是 迫前首相 两位前首相 也是被迫下台的 都有 经过民主程序 什么不稳定的 但是也是 换来换去都不是好事 自閉前一个 好像是成哥那样 推卓卫斯的政策 卓卫斯就没有什么推卓卓斯的政策 当然 曼城事实上真的有很多香港人去的 现在真的有很多 看到他们什么 买什么东西 海南鸡饭 什么东西都说要 什么东西 你去到 宜英 你也是要找一个 落脚点 一个地方 全球最大的 基础设施投资者之一 原来 他就是曼城最大股东之一 位于澳洲的一家 叫做 IFM Investors 就是曼城机场最大的股东之一 亦是 M6收费 公路的 所有者 他们可能 可能 他们那些人 就 有发言权 过你只买一家房子的 因为始终人家投资都是亿亿争磅 不是 我们更多 记得当时是展现我们实力的时候 好了 那么展现到的实力 好心 好心没出声 展现实力 原来英国 他就说 这家澳洲公司就说 由于 政治动荡和政府方向 是不 确定的 所以 英国不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地 你小心点说 可能别人都会骂你 不是 有我们永远都是 伟大的投资地 其实他们公司就说 虽然他们在英国拥有广泛的资产 但是由于政府功能失调 以及 规划流程低效率造成了高度不确定性 进而 令到大规模的基建 已经越来越少人有心思投资 应该是最近的 布铁这件事 如果近期的就是这个 还有一点 就是 风力发电场流标 当然不是万成 但也是看到英国政府 招商引资的能力 他们的CEO 也说 我们愿意在英国投资 是因为 这里有大量的资产 我们要进行新的投资 我们就不会再选英国 尤其是万成 我们需要找到经济上有吸引力的机会 但目前 万成甚至整个英国的机会不多 甚至被人一种感觉 辣了整个英国 不是单止万成 他有这样的实力 他有这样的实力 你看 他的实力也挺强 当然 可能有人不同意他 你自己跟他辩论 你说我买了很多楼 但是 你是不是14万人全部去万成 14万人 究竟是否真的 那么大的经济推动力 你不要这么沙尘 当时指示我们的实力的时候 英国有没有因为你们买了楼 而是 经济腾飞 他就说 通胀有没有 他们买了之后 通胀有没有升 他们买了之后 他就说不关他事 这些总有得解释 不过 买楼 当地右翼媒体都说 你们 有 推高楼价 我觉得有 但是不是 一个这么大关键 我就觉得不是 事实上 是很多移民 之前也说减移民 这位 人士就说 他也是一位 首席战略官 在那个企业 也说 美国 存在政治不确定性 但是在英国 这种不确定性 是达到了另外一种程度 四年四位首相 其实在发达国家来说 相当少见 他们 IFM 这间总部位于澳洲的公司 其实他们 大概有1400亿美金的资产 拥有 曼茨斯斯特机场集团 35.5%的股份 亦拥有伦敦 斯坦斯特德机场 还有 东米德兰资机场 他的这番言论 其实你说得对 就是阿成 记得 那条铁路 阿成 这个首相申委成 就说成本很高 取消你条铁路的 我理会 这样说 HS2 高铁的 北断建设 这个其实 亦被 英国媒体之前 说到是旗舰式的基建项目 旗舰式 都可能已经失望了 越大失望 亦都越大 还有当时 最麻烦是 有人买楼 就是因为 你们 经常是 那些 你这些 公司也吹得很大 也吹得很大 亦都令到 大家很失望 如果他真的因为这条高铁而买楼 当然他不是全部是没了 但是他有一些路段是没了 其实 10月5号的时候 首相申委成 在曼切斯特举行的保守党 年会上发表演讲 他就宣布取消 S H2高铁 即是连接 伦敦百荣汉和 曼切斯特路线项目的 不 不断建设计划 他不是全部是 有一些是 有 这样是取消 但是有些人就是听了你的 这些 行啊 好啊 那就买了楼 他就认为资金 转移投入其他的交通路线上更加容易 是 他就这么说更加 可以得民心 只是想套选票 申委成 提到可用480亿英镑投资在曼城到 利物浦之间的高速铁路 以及在威尔市建设电气化 铁路等等项目更能够改善 北部城市之间的交通 其实 HS2高铁北段的项目取消就意味着 整个 项目的规模是削了一半 但是 英国工业联合会 当然 第一个出来吓他 因为 批评政府 政府这个决定 本来英国作为全球投资目的地的地位 已经 毅毅毅 结果还说要削了 这一半的 建设 其实就向全世界发出了 破坏性的信号 HS2的工程造价 已经由 2015年提出计划 560亿磅前 增到2020年1,060亿磅前 再加上疫情 疫情 没有战争能源 人工 这个很正常 越迟起成冠一定越高 我们很先进的 和你大陆 超资都起 但是有没有用才有用 你也要硬来 不硬来就是 超资都起 很明显 投资者就不收货 诚哥说 省了这么多钱 可以搞其他 你这 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 国家利益着想 我是为国家利益 做出艰难的长期决定 是很艰难的 我 他的前 前音 就是 卡梅伦 或者是金马伦 还有几位的首相 都拼斥 他这种说法 金马伦就说 就是卡梅伦 就说 新伟成 削减 HS2项目的很大部分 其实抛弃了15年来 持续 六届政府跨党派的共识 并且将令到 未来任何长期的投资项目 难以达到共识 大家都熟 亦都害怕了投资者 这个也很正常 而新伟成他发言 有几十亿英镑 从 外国流入 英国的基建 不知道哪里来 他自己说 证明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投资地之一 但是澳洲这家公司就不是这么说 他就说 好像 早两个星期 英国政府已经确认了 软红珠色会社 对 清洁能源项目100亿英镑的投资 这个 是创造了几千个就业崗位 标志着 好像最近几个月 美国 新加坡 印度 企业 一样 都是为我们 投下了信心一票 你一说我不行 反对党领袖施己言呢 他就说 你不要这个项目 有些项目削了 但你要促进住房和其他基建项目 行不行 有没有 成哥有没有搞 他没有承诺 跟你说 那由于政策方向不确定 和高成本 和脱欧后的劳动力 市场严重短缺 等于变相打碰 BNO 就说 我们可以填补劳动力 当然不行 有些工你做不到 英国基建 是难以吸引必要的私人投资 最大的担忧是不确定性 这个对于长期的 资本来说 不是什么好事 某些部门的人事变动 可能意味着政策因此高度不确定 这些令投资者难以 参与 基建设施 这些项目 是耗时好长成本高 而且非常容易受到政策 的体制变化 当然负面影响比较多 英国政府最近 将 禁止销售新 的汽油和柴油车的最后限期 是由30年推到 35年 其实这件事 很多 汽车制造商 有声音就说 你怎么搞错 右边 我们说过 有次新闻也说过 你这样就是不顺手承诺 这意味着什么 你用这个方向去看 一路推上去 现在 保守党 民望很低 应该 未来又有选举 你选举之后 会不会这些政策又有一些变动 共党如上台 或者联合政府 这个不确定性 起码都持续多年多 明年秋天 为什么呢 不是那些车厂很开心吗 可以生产多些 汽油车和柴油车 但是部署不是这样 他想着那个时间 他就不生产 有些东西他不投入 有些东西他投入了 现在他要做个计划 太难了 因为你知道他们做 很多年政策 大厂肯定是一个长远的计划 5年 其实已经可以搞祸 这意味着 如果你投资在电动车 充电基建 风险回报状况 就会开始发生变化 因为年期不同了 你刚才说的反对党 如果赢得下届大选 将会恢复禁令制 2030年 你看 那些车厂 我听谁说的 你不知道他选不选到主要 或者联合政府也不知道 有机会会是这样 又或者他推迟两年 真的很难说 但你推迟也是难搞的 这些全是不确定性的 所以 没有说你的 缺少确定性就是你不行的地方 你换了这么多届手上 施己言说 这个工党的领导人 如果赢得下届大选 将会恢复30年的禁令 的限期 但拒绝承诺 撤销政府 对 HS2的决定 即是他现在撤销那段就算了 他说撤销 那下届也会继续 如果他上台的话 对于能源公司征收暴利税 是投资者面临的另一个 潜在的危机 与此同时英国现在面临 来自强劲增长美国市场的激烈竞 我们说过这个削减通胀法案 在欧洲是 其实他也不是狠狠狠 他知道 但是不敢得罪美国 弘德来恩就是 中国 怎样勢死都查到底 也有欧盟的 回头说 弘德来恩老师 为什么美国削减通胀法案的补贴 你又不说 说不就不说 为什么不行 我害怕他 他没说他害怕他 弃了他 其实英国需要一个可执行 和在全球范围内 具有竞争力的项目 美国削减通胀法案三千多亿美金 他还说我们一早做了 你不要取得那么厉害 你就算做了你的钱也跟他差太远 加上我觉得没有 其实 全世界都知道英国和欧盟 和削减通胀法案很难竞争 钱这么大 其实英国 亦都是 规划体系 被专家批评是 缓慢和 低效的 令到新项目难以启动 亦都难以遵守时间表象预算 之前你说中国 什么都争差 其实有时候 叫速度 是很紧要的 你这个效率 被 当然了 你知道他们有种叫做 轮秘主义 即是 呃 呃 呃 就是 惹下来 怕做错 对啊 就是少做少错 明白吗 又或者很紧慎 担心 担心出事 轮秘主义 亦都成为了 基建 设施发展的障碍 虽然这些发展对英国经济 潜在着很大的 这个 好处 但是他们 都是 慢 因为觉得 哎呀 不做 不错 少做少错 认真 批 那当然 我觉得 效率低 有时候有些人就觉得 哎呀 弃了 只要在 法律框架 没有 违反法律 相关法律法规 其实我觉得 快点 更加是好 那 好像 修建通往机场的新铁路 将增加从伦敦 向外地的货物 运输能力 但是这个项目也遇到了很多作战 好像 财政大臣Jerry Hunk 后进委就提出 叫做 伦敦市长官邸改革 等等的措施 其实现在 本来为 这个投资者带来了希望 但是看到 这个保守党都一样 那个改革是计划包括 将养老金储蓄转向 非流动性资产 虽然 这个政府 看上去 说得很大 但是 大家都觉得 好像你们都得过港字 都对 你们说得都对 慢慢搞了 慢慢搞了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